走到三支 101線道新華里190的路口 里長說這個路口是一個非常容易發生車禍的路段 除了行進這裡的車輛速度都很快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社区出来的车辆 因为没有耗制的关系 很容易就与其他的车辆发生差撞 因此日前里长才反映到了市政府 希望在这里设一个耗制灯 让车辆减速慢行 但是会看了两次市府交通局 却是与车流量太小不予失作 交通局已经有来会看过两次 那他们交通局当初的话 回的我们是这个交通量不过 车流量不过 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说 我们以目前来讲 尤其是夏天 他的交通量非常的大 砂石车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缴纳车 那平常的话就非常多 尤其价值更多 那我们这个路口就时常在发生车祸 对于交通局的回应 里长相当生气 并且表示这个路段 因为进出都很危险 因此已经发生好几次的车祸意外 在旁边的电线杆 还可以看到放了自制的警示灯 而交通局说的车流量太小 里长则反驳说 这里每到假日甚至还会塞车 这样子的理由让人难以接受 所以说我们市府交通局的话 他们承办了他们的心态 我认为他们认为说要有死的人 他们才会去重视 这是我们一般交通局给一般老百姓的印象 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市府当委的话 能够来再一次来会看 我们这个封爱林跟101路口 地方希望在这个路段 能够设置让车辆减速慢行的散光号制 但是市政府却不愿意 里长痛批市政府不顾及从社区出来的居民安全 如果真的要等到出了重大意外 才来动作 那真的就维持意外 记者是端一 三支采访报导